这个暑假回国,我给Eva报了街舞一对一 其实Eva从四岁开始就学跳舞 在法国一直学习的是古典舞和现代舞 因为不太喜欢这两种舞蹈 所以去年开始她就没有学了 暑假里我想让她尝试一下街舞 最开始不确定她喜欢 没想到一跳就停不下来 老师说她学得很快 而且节拍都不错 还说她不像是初次接触街舞 学街舞的这两个月里 她有因为做不到老师要求的动作 而上心道哭 也有兴奋到跳完了一个半小时之后 还跟着老师继续上一个半小时的大课 总之这次让她喜欢上了街舞 还说明年回来 要继续跟老师学跳街舞呢 好可爱 保持联系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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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在视频里就是如果你有自己有什么舞你想学 你也可以跟老师说 你也可以跟老师说 跳好了也可以给我看 好的 哦太好了 抱一下 抱一下 哦 我喜欢 我喜欢阿拉 是的 她今天也在跟我讲 自己在路上就说 她说我明年回来还要跟瑞瑞老师一起学 哎 自己也是说 她说我蛮喜欢瑞瑞老师 还会再见的 怎么知道 是的 是的 对 这两个月有感情了 没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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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次回来 你这两个月记不得特别大 是的 是的 真的 对 很棒 下次回来我们继续 然后在法国 你也可以继续跳 好的 对 对 是的 她喜欢自己在家里跳 哈哈哈 我说不得了 哈哈哈 不许还在那里 年 对 没关系 也许寒家我们回来 哦 是也许寒家回来 如果要是有直飞的我们就回来 对 好不好 对 好 谢谢老师了 很开心 对了 拜拜 再抱一个 哈哈哈 你看这外婆多疼爱你啊 今天晚上本来要在家里打包的 你还要出来吃你最喜欢的年糕 当然 好 我们回来的时候第一天是来到这里 我们回去 明天回家的时候又来了一趟 请请 我们去德华楼 对对对走 这里吧 好 吃的花楼吧 吃年糕 好嘞 好的 哎呀人也不是很多 蛮好的 哦 这个是糊米酒 它蛮好吃的 Ava的这个是 柠檬的那个什么呀 蒜莓汤 很好吃 这味道有点 跟外婆做的一样 外婆做的好吃还是 多好吃 打包一份鸡汤 好 再来一份炒面 外婆的这个炒面看上去还蛮有感觉的 四个干面的那个面炒的吧 怎么样 还可以吧 我的这个是猪肝的年糕 是啊 一起吃 好吧 你想尝一下我的这个里面呢 好尝吧 好的好的 你尝一下 你要喜欢吃年糕的朋友 是不是建议他们到这里面 对 他家的这个年糕是非常的 挺爱的 对 Ava可以拉的好长 嗯 好 嗯 嗯 超好吃的 嗯 嗯 超好吃的 嗯 嗯 你会儿啊 下次回来见了是吗 下次回来见了是吗 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如果要是寒假有值飞的了我们寒假再回来好不好 好 就要和武汉 say goodbye了好舍不得呀 对 对 好 回家啦 晚上回到家洗完澡后 Ava自己查词给老师用中文写了一封信 连外婆都表扬她的字写的好 去拿一个纸 我还没写 这是Ava送给老师的小手光子 自己做的一些链子 也许当老师收到这份小礼物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法国了 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礼物 但是是Ava亲手制作的 是她对老师这两个月的情感的表达 希望老师喜欢哦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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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